假如特朗普有意2024年再次參選 法律上是否容許他捲土重來呢 美國國會1947年通過憲法第22條修正案 限制每屆總統任期4年 最多只可以做兩任 但就沒有規定必須連續出任 一旦特朗普承認連任失敗 他可以在4年之後再度問頂白宮 美國有史以來只有一個人 兩度當選總統而任期不連續 就是民主黨的克里夫蘭 1885年至1989年擔任美國第22任總統 各逐連任失敗 贏普選票但輸選舉人票 之後一屆再接再例 成功當選第24任總統再度執政